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十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相较于九月份的不确定性跟变化 十月份呢 你会感受到命运之轮开始加快脚步 所以这个月份呢 很多事情呢都会加速进展 同时不少人会来到关键时刻 这个关键时刻呢就代表的是 你正在或将要做出重要的决定 同时也可能会有重要的消息或成果啊 在这个月份呢被公告出来 你等到的就是你期待很久的东西 那么这个月份呢整体来看呢我觉得是不错的 所以会非常鼓励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或者要为年度啊做新的计划 请好好把握住这个月份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 因为呢二日开始啊水星开始顺行咯 同时代表爱情人际跟金钱的金星 在二十三日之前呢都在天秤座 那么这个状况呢对于我们占星之而言呢是非常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特别喜欢啊帮客户呢 选择像订婚啊结婚啊合作啊 或者是跟美容保养啊相关的事情啊 跟金星连结的事情 在金星它最有力量的位置 那么金星呢来到了天秤座 自然而然呢会让你做这些事情啊 更能够事半功倍哦 不过呢当然这个月份呢也不是没有挑战啊 这个月份呢有几项挑战 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不过呢挑战你会发现 它往往是在二十三日左右之后会出现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在内心有设定一个就是提醒的铃声 在二十三日开始啊 可能很多事情就会出现变化 同时呢你会发现在二十三日之前 很多事情没有错相对是顺利的 可是很有趣哦 这个月份呢因为是风向星座能量很强望的月份 所以在二十三日之前呢 周周精彩 你就好像是开船的人哦 每一周都要稍微调一下你的这一个方向 或者是注意一下这个风速啊水流 因为机会就在你的直觉 还有你注意到的小细节里面 可是呢二十三日开始呢 这个天象会出现很多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点二十三日这一天呢 太阳跟金星呢会进入水象星座的天蝎座 所以呢原来啊那种很开心啊 或者是分享啊 传播力很快的能量 它会转向水象星座 更重视安全感情绪 还有一种信任的问题 好它就变化了 二十三日这一天呢 土星也开始顺行了 土星代表的是责任 也有点压力哦 所以代表本来啊可能看起来好像没有责任 没有压力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被拖延了 到了这个时候要开始啊继续进行 再来呢二十五日的时候呢 哎有一个天蝎座的日食啊 这个日食呢它会合了金星 所以就大环境来讲 可能全球的金融或经济会出现一些变化 对于个人来讲 你会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钱啊跟感情的事情 比方说哎要不要结婚啊 结婚在一起就要讨论到钱嘛 合资合伙也是一样啊 好或是婚前协议啦 好或者是说哎并购一些产业啦 反过来讲也可能是因为离婚 好或拆伙 或者是说呃在金钱上面有一些纠纷 在这个时候啊都要开始面对了 另外呢在二十八日的时候呢 木星它要开始退回到双鱼座 又是水象星座 木星代表的是成长的力量 所以呢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月份是土星顺行 木星继续逆行 而且啊它是往后退的 所以代表有一些事情啊 我们要再度进入检讨调整的时候 你先回想看看 在你五月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议题 你可能没有处理的很好 或者是呃有一些问题 现在可能又要开始注意了 另外呢木星退回了双鱼座代表的是可能全球的一些关注焦点 包括海运啦水资源啦天气啦疫情啦还有这种可能跟石油有关的事情呢 也会再度浮上台面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星啊在三十日退行逆行 火星呢在我们整体的詹音学上呢它代表一种冲劲 可是呢它也代表着跟战争啊冲突啊 同时疫病有关的事情有关 所以当火星呢开始逆行 而且它是一路逆到明年的一月多 就代表着它所掌管的事情呢可能会出现呢 诶意外的变化 本来呢是我们预期可以控制的可以应对的 到时候呢开始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变数喔 所以呢整体来讲你会发现到了最慢 二十三日开始很多事情就开始变化了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月份呢把握该把握的机会 但是呢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来吓大家喔觉得好像这个 接下来又不是太好不是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之前啊 你现在就已经知道了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得做一些准备 或者是呢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所以有可能你的选择会不同 即便没有办法避免 真的遇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平心静气的面对它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月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月份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因为啊整个星象是在风向能量很强旺的一个状态 那么土星跟天王星呢在这个月份呢也会进入一个非常强大的高峰 那么这个高峰是代表它们冲突喔变得比较激烈 所以这个月份往往非常适合开创性的事情 如果你本来有想做而不敢做 或者是说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面很害怕喔往前走的 那么这个月我觉得呢星象会推你一把 往这个方向走好不好呢 我觉得不是坏事喔 所以要鼓励大家呢我们要做一个革新的改变 那么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运势喔 好这个月份呢因为在23日之前呢 太多行星啊都在风向星座 所以这个荧幕前的风向星座族群要恭喜你 如果你的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天秤水平的朋友 这个月23日之前呢你的运势是非常好的 至少是其他族群 那在感情上面来讲呢 你要这个交朋友啦要脱单啦 或者是你有想要订婚结婚合作 我觉得都能够正向的发展喔 要恭喜你们 另外一个族群呢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的朋友 这月呢你有一个贵人的浴室 所以呢可能你本来呢欠缺一种动力 或者是不知道有一些管道 往往会透过身边的一些贵人或朋友 拉你一把告诉你一个消息 所以你也是有机会获得成长的 恭喜你 那如果你是要恋爱的话 当然我觉得有朋友帮忙介绍 或者是跟朋友参加一些活动 认识一些人 我觉得对白羊座很好喔 千万不要太早拒绝或抗拒这些事情 抱持体验的心情 我觉得往往结果会比你预起来的好 那这个月呢人际关系上面 有一个比较大挑战的族群是谁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金油跟天蝎座的朋友 这两个星座基本上这个月是忙碌的 或者是容易为了什么工作啦 解决一些问题啦 或者是宠物啦 跟同事之间之间相处 可是 嗯 它往往带有一种后面的衍生 好 特别是10月25日 这个天蝎座日时啊 登场的时候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金油座 天蝎座的朋友来讲 特别容易开始来到一个关键点 到底是要合还是要分 你愿不愿意信任 愿不愿意调整 这个问题呢会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族群在这个月份 不妨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 再来我们看到事业运呢 有五个族群呢 其实蛮好的 第一个呢 是这个事业相对来讲 很顺利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 跟射手座的朋友 那么天秤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你的事业顺利呢 不一定是说 你一定升官加薪 而是说 你可能有新的计划 所以你很开心的可以执行 或者是 因为你个人的一些表现 被大家注意 出名 人缘变得很好 人气爆棚 这是很好的 那么射手座呢 射手座本身呢 是因为你跟对了人 跟对了团体 比方说你因为公司或团体组织 大家一起的合作 把一件事做得很好 也可能呢 你站队了一个舞台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光发亮 所以这两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 特别容易有好消息传出 要恭喜你们 另外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呢 这个月呢 很容易有得奖啊 晋升啊 或是被长官啊 青睐的好事出现 那这些好事呢 其实是因为奠基于你过去 非常的努力 而且呢 也有可能有重要的合作机会哦 所以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 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在水平做的朋友啊 这个月呢 你的事业运不错 可是呢 也不一件的是事业 学习预言很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的好运是在于 一个面向的宽广 比方说 你可能的确想换工作 换公司换单位啊 或者是你在这个 修的科目上想要转系啊 或者是有辅修啊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你想要拓展新市场 或者是开发新产品 然后跟新的朋友合作 所以你的那个面向宽广了之后 你就发现 哇哦 未来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那当然对你的事业是好的 还有一个族群呢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狮子座 试座这个月呢 嗯 讲话很有影响力 有一种含水会结冻的感觉哦 所以如果试座朋友 你本身的工作 跟教育啊广告啊文宣啊宣传啊有关 网路也是一样 其实这个月啊 都能够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要受到大家的肯定 更重要的是呢 你说话有话语权 所以呢 有可能会找你代言 或是出来代表大家说话 这也是试座非常好的机会 那回到财育 这个月的财育呢 最好的朋友 是上升或太阳载 处女座的朋友哦 处女座呢这个月呢 你的辛苦啊 可以终于收割了 所以可能薪水了 奖金了哦 或者是年终的一些加级了哦 都很好 另外呢你可能个人理财有数啊 所以呢 也许你的股票 或是有一些配置的 一些资产的管理 也会赚到钱 另外 如果你想要谈加薪 或者想要找到一个薪水 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上升或太阳 祝你座朋友可以把握这个时机 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载 双鱼座的朋友 在这个月份呢 容易有偏财 比方说 你的合作伙伴 你的另外一半 他赚钱了 所以跟你分享 或者是他请客 那么也可能是你的保险 有一些回馈回来 或者是 家族里面有分什么东西 你分得到 当然也有可能是 年终的一些分红 你拿得不错 等等的机会 可以好好留意 最后一个是上升或太阳载 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的朋友呢 至于好的点 是在哪里呢 家庭 所以呢 比方说 你可能会得到家人 长辈 父母 手足的一个避孕 那大家照顾你 或者是说 会给你财务或精神的支援 也可能有人 就是免费 或者是给你一个折扣 让你租到新的房子里面 也不一定 另外你的工作 如果跟这个房地产 这室内设计 或者家庭用品有关的话呢 往往也会赚钱 另外还有跟土地相关的 比方说农业 牧业 这种根基于大地的事情 也是容易赚钱的 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以上呢 就是我们十月份的运势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十月份 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 顺风而行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